第四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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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巧克力連接的操作方式 第一步就是先把電源接上 電源在後面 把它接上之後 然後這邊我們開關 打開之後它會亮起 然後會有個提示聲 然後這時候上面就會有那個 品牌Logo的畫面 然後現在已經進入它的系統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把它的一些配件 都把它組裝上去 這是它的底板 然後還有那個取物的時候的那個短墊 它是磁吸的 扣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第二步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進掉 進掉的時候它這邊第二個 第二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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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之後它就開始跑動 讓它一下 跳出這個畫面的時候就表示說 我們現在可以看裝模樣 然後把它切掉 這是它的加熱的料 然後這是料槽 這是它的材料棒 材料棒把它剪掉一半之後 切掉一半之後 剛好一半放進去 它這邊有刻度線 裡面的材料不要超過這個料線 這邊有切好 已經切一半 然後把切開的這一邊 然後直接放進去 上面這個塑膠母可以不用拆 直接放進去 然後再放到裡面 OK 然後就直接對它這個地方做 它是用卡扣的方式 用旋轉的 轉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感應到 我已經有扣上去 這個 這個打扣 我們把它 測定 OK 它現在已經 確定好它裝填料了 我們剛剛把料槽已經填充好了 然後之後我們要開始讓它做 加熱的動作 這邊有個列印 我們按一下 因為你是重新裝填料的 所以你在按列印的時候 它一定會出來這個 加熱的這個程序 如果你的 如果你不是已經重新 如果你剛剛那個料槽已經是 裝填過的話 你就可以按 把它掠過 就可以開始做列印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這個料槽是全新的 所以就是要加一個加熱 大概跑十三分鐘 加熱完之後它會自己跳到 它這個 你要選擇列印檔案的這個畫面 你目前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它記憶卡裡面有的 所有的檔案 原廠裡面原本就有內 就是它就有附了 大概有一千多個檔案 然後它是用資料夾做歸類的 就是有很多 裡面偷偷有一千多個 我們隨便選擇一個檔案 點進去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 所有的3D圖示 好我們隨便選一個 它就開始做 作動了 稍微等它一下 好 等它跳進去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第一步驟要做的是 先讓它做出料的動作 因為它在那個料槽裡面 它可能是有縫隙 可能有空氣 所以我們要先讓它出料 讓它出料是順暢的情況下 我們開始做列印 好我們點一下這個出料 好我們看一下它 目前的這個 它這個料槽已經 它這個料桶已經開始做出料的動作 目前看起來是出料是非常的順暢 好 好 這樣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開始按列印了 按列印 好 好 好 大家練練結束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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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